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功能越來越豐富 你的可能界面變得越來越華麗 可是你會面臨一個問題是 你可能外花加的太多 你的loading時間變得太長 或者是大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你進到一個網站三秒之內 如果你網站沒有辦法拍出來的話 你其實是會流失掉你的一個訪客 那到底在一個網站優化裡面的話 會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我們的William 跟我們做一下分享 那我們歡迎William OK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Wordgrass最佳話的Session 這個感謝大家在這麼多有趣的議程當中選擇 這個看起來就很肥皂劇的主題 然後講者也是不知道從哪來的 看起來很可疑的佳話 OK 先簡單之後介紹一下 我是目前在日本工作 我叫William 那目前在日本工作的工程師 那我是第一次接觸WorldCamp 是在 呃 WorldCamp Kyo 然後之後參加WorldCamp Osaka 還有包含今年的WorldCamp Tokyo 那個叫做法體圈 基本上我們平正超選 OK 那 欸 目前用Wordgrass的經歷大概是 十年 十一 十一年吧 那 我從2.0版的時代開始就 就 開始 在用 那 個人 就是很喜歡參加一些東方活動 國民可以在場 OK 那 因為每天上班都在講日文 然後可能又講英文 所以我現在中文可能聽起來很怪怪的 所以今天如果聽著 哪裡覺得好像不太順了或怪怪的 那 絕對是我的問題 OK 那 各位請不要客氣最後 也許等一下或after party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 discussion OK 哇 講這麼多呢 一句話其實就是 就是個肥宅 就這樣子而已 OK 不用太緊張 我們今天重點只是 要跟各位share一下 我在用 Wordgrass網站 用了比較久之後 就會發生一些 呃 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我們很喜歡最佳功能 可是最佳功能之後呢 就會播滿多點數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那我自己也採了不少地點 最近跟大家share一些經驗 那我們今天的 呃 流程大概就是 慢的是怎麼回事 今天我們先討論問題的 注重 然後再來 加一點我的經驗 然後 最後是我 到目前為止的 最佳號原則 什麼該負什麼不該負 個人的思考方式 然後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那今天希望各位帶回去的 其實只是一個 這個最佳號的一個整體的概念 那 還有相關的關鍵字 那 先小小的調查一下好了 那我們今天 呃 製作 engineer 或者你是寫 program 或者是相關科技的麻煩 等一下 大概差不多一半 OK謝謝 那 那 因為今天是 World Camp 而且是總級篇 所以我想今天講的角度會比較抽象一點 就是希望大家對整個流程大概有一個概念 希望大家都能夠回去思考一下我自己的Parisure 或是自己的專案裡面 自己專案裡面要怎麼樣去做一個最佳化 那 因為最佳化其實不是一個 就是 Step by Step 做一定有效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那今天我們的 Slides 其實會公開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那可以在一邊進來一邊想一想的話輕鬆 OK 那先簡單介紹一下那個 這是我的 Vlog 那 Vlog 這個字目前的版型 那 要怎麼講呢 基本上 Vlog 的 Vlog 我的手藝就是一定要有照片 然後 因為我是 Mac user 所以 Mac user 的螢幕 大家都知道 Retina 很棒 看起來很漂亮 那我就希望我的網絡也看起來很漂亮 那 所以 照片就有很大張 明美景 我記得我開的規格是大概 好像是 3000 匹首 然後 上面這個 2000 3000 的樣子 然後 下面這個是 也差不多 2000 3000 所以照片很重 然後 外掛很多 這個 各種 JS 掛號 掛滿 Wordpress 的 Wordpress 的 這個 外掛技能 好棒 這個外掛好好玩 按一下 加速一下 按按按按按下去 這個網站目前大概有 30 個外掛 所以 各位今天早上如果聽到 還有 各種不良示範 基本上這個網站上全部都有 那 基本上我更新的頻率也不高 就是沒有像 各位大大 一個 非常頻繁的更新 所以我可能更新一個 更新一個首頁之後放在這邊 就一個月不會走 對 那是一個 static 的 也算是一個比較近 static 的狀態 那 目標很簡單 就是 我希望讓它變成疫苗 其實我一開始注意到網頁很慢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首頁的 loading 大概是 8 到 10 秒 我們抓 10 秒好了 那 10 秒 大概變 1 秒 大概就差不多要加快 到 10 到 10 分之 1 的速度 那 高級新速照片我不要掃 OK 那個 然後我的網站功能也不想掃 就是 這個作者滿多就對了 那 呃 這個首頁載入的這個 這個 秒數其實 是我一開始 就是在網站最 就是我一意識到網頁其實很慢這一件事情 一開始測到的數據 所以它是一個慢慢進化的過程 不是一口氣就咻這樣 從 10 秒變 1 秒 OK 那 我用的測試工具是平等的 Web Test Tool 那這個還算 應該算蠻有名的 大家 Google 一下就會放出 大概千幾名大概就出現這一個 好 我們簡單講 我們先看結果 那今年 7 月測試的時候 我看大家這個 1 秒內 那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的時候 哇 真的是 自己都超感動的 然後 之後就自己講的 OK 那 我們先簡單講一下 慢是怎麼回事 通常網站喊 就是 user 跟你講 網站很慢的時候 那個 他的腦袋裡面想的是 我的電腦拉著一條線去你的主機 為什麼你的主機不利用 OK 可是 工程師的觀點來講就是 網站很慢 那到底是哪裡很慢 這個是 工程師的觀點 要先做問題分析 你的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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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之後 你不是一條線進到主機裡面 你一定會有中維網路 中維網路基本上就是一個 像黑洞一樣的地方 那 你看不見裡面有什麼 你不知道他路徑多長 不知道你的 user 多在哪邊 那 伺服器端 你的伺服器也不可能只有一台 你可能有好幾台 甚至像前面的 session 有講到 servor 可能有 catch 或是有 main catch 那 所以今天我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我把問題分成兩個階段還好 OK 我今天談伺服器端好 伺服器端的 我會把它分成兩個階段 那 伺服器端的 伺服器系統相關跟網站內 就是你 application level 的問題 還有你伺服器設定的 level 的問題 那 目前我的網站所採用的是 AWS EC2 對 EC2 instance 各位知道 EC2 instance 跟 一般的 VPS 還有 share housing 可能大家去搜尋一些 share housing 比較快 比較便宜 或 VPS 什麼 有很多的好處 可是 EC2有個 benefit 就是 那個好處是說 你可以 可以 買 就是你去租 CPU 然後去租 你的 storage 上下 做主管 也就是說 你今天你的 storage 滿的時候 你可以 不要 你說我 CPU 是夠的 可是 我的 那個 我的 storage 不夠 所以我只要抽換 storage 或抽換它的 FM就好了 那 這是我覺得它有一個好處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一個 製作器設定的部分 我覺得 這個 這個如果要講完 其實我可以再講一個 session 可是 製作器設定 我覺得開下去真的是 還不錯的 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HTTP 2 那個 HTTP 2 這件事情 我們稍後會再解釋 OK HTTP 2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的 HTTP 1 去 access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 有點像是 排隊 就是你的資源 是一個一個排隊下來的 可是 HTTP 2 它就像是 並列在跑 那各位可以連結到下面 這個 阿卡牌提供的 Demo HTTP 2 的Demo 下去 好 然後 那比較有感覺 各位看那個動畫 比較有感覺 那 你如果 HTTP 2 的時候 在你的 Protto的 那邊會顯示 HTTP 2 OK 再來就談 快取外掛的部分 快取外掛的部分 呃 跟 現在跟以前相比之下 現在的快取外掛 其實 已經是算戰國時代 OK 以前的快取外掛 就大概就那幾個了 大家搜尋一下 大概就那幾個了 可是現在有很多的 前幾名 但是這個東西有一個 小小的 我不想小小的問題 就是 它火力太強 你只要 摸一個設定 那 可能你的網頁上顯示出來 是 呃 你的網頁會 會亂出來 這裡 一定會亂出來 可是你可能會掉了一個 什麼東西 所以我用了經驗他們 就是 可能你的JS 在進行 Object Cache 的時候 就 掉了什麼東西 然後你很難發現 所以你要先考慮 你如果點了這個選項 你等一下怎麼測試 你等一下怎麼測試 要先想一下 而且它是不一定 發生在廣案 可能是Back-end OK 那 呃 呃 接下來是 WP Super Cache WP Super Cache 這麼說好 WP Super Cache 基本上是一個安全牌 那它不會 呃 你 該有的基本功能 都有 可是 欸 該怎麼講 就是像WP Super Cache 那樣子 可以摸的地方很多 如果你覺得很不太有 你覺得Risky的話 那就可以考慮用 WP Super Cache 那 再來就是 呃 Cache Enable Cache Enable 這個還蠻好玩的 它的設定很 呃 WP 是什麼東西 WP 是一個 Google 釋出的 影像格式 那簡單來講 它會 有一個大概 百分之 是 算 算是20 左右的一個 Image 壓縮的 好處 那 剛剛提到 這是我個人的 Worg的 影像圖長 其實 很大的 那 那 對我來講 開這個WP 格式是有相當的好處 那 再來就是 就是 它的目前 WP 的支援是 Chrome 跟 Opera 那 呃 Firefox的話 Firefox Developer版 好像有支援 對 我測試的時候是有支援 那現在的 一般User的版國支援 我還覺得 嗯 OK 那在 呃 可是很 非常可惜的是 呃 非常可惜的是那個 Subbery Subbery到我們想像 有支援 就是你的 iOS的User 可能還享受不到那個好處 OK 所以 也就是說 呃 WebP 這件事情 其實是值得考慮 但是同時你要考慮它的Support的部分 那 再來就是你要怎麼樣在Wallcraft上面 去 你要怎麼樣在Wallcraft上面去 使用WebP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可以使用下面這個 DWL Image Optimizer 這個外掛它本來是一個Image的 一個 呃 呃 Image的最佳化的 外掛 但是 它有一個選項是說 你可以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自動幫你 產生 就是 轉檔 WebP 就是 JPEG 轉WebP 或是 DNG轉WebP 那 覺得這個外掛其實 還蠻好用 而且它有一個附加功能 是說 你的 呃 要怎麼講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有瀏覽器支援 有瀏覽器支援的 那 這個外掛它提供一個JS的 function 就是說 你可以去 detect 你的End-User 你的Client Site 是不是支援WebP 如果支援WebP 如果支援WebP 的情況下 它會設 這個WebP的連結 給End-User去Loading 那如果不支援的情況 它就支援像這個 這個 我們幫你解釋 是WebP 而是WebP 是JPEG OK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 社會段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把 這個 討論的議題 移動到 CDN的部分 那 因為 今天是 總集片 所以 沒有辦法 一個一個解釋 CDN 或是 Reward Classy的部分 那 簡單來講就是 稍早的Session裡面 有提到 你要怎麼樣 嗯 稍早的Session裡面 有提到 怎麼樣把 那個 檔案如何快速的 傳遞給User 那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離它越近越好 CDN的角色就是 你把檔案 拿到你社會最近的地方 去給它 這是 CDN簡單的 概念 那 Cloud Bear 我覺得它拿來當CDN也不錯 它拿來當 Ens也不錯 讓環保詳細也很好用 但是我覺得 就 CDN有很多架 可是這一架的 其實還不錯 而且它重點上也累 OK 那 它裡面有個好玩的 功能是 Fargo Fargo 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個 加速的功能 可以想像能加速的功能 它是在解決一個 backend 對 要怎麼解決 就是 Fargo的解決 啊 OK Fargo它解決是一個 server跟server之間傳輸的問題 它是一個back home的問題 那 簡單來講 它會讓你的ttfb 就是time to first buy 有一個改善 那 可是 它 寄費的方式是 月費制 就是說 不管你是用free plan 或是business plan 或business plan 那 它是在你的pland上面 再加 5塊美金 然後再算傳輸的量 所以 所以 不管你是免費的 還是付費的 這個錢 這個 月費都要付的 那你可以拿免費的 pland 去 再加這個argo 先去玩玩看 OK 那 Cover Fair的 常見的節點 有 台灣 Texus用戶 常見前 大概就是 台北、香港 或是美國西岸 那 其實Cover Fair 一開始開放台北 的那段 黃金時期 我有經歷過 那 不過後來就 嗯 大家知道了 OK 那你開啟了 argo之後 在你的Cover Fair的panel裡面 會看到 大概像這樣 後面看得很清楚嗎 還OK嗎 這個 在這個panel裡面 你可以看到 就是每一個 就是 最近 應該是24小時內的 user 他會 從哪一個節點 有多少的改善 有多少的count 像今天我們的 這個是 星球剛好截到有一天 是有 台北的節點的user 有一個 大概 不知道是 我也不知道是 大概 大概加40%的 40%的 40%的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那 各位每天可以 log in 進去看看 然後每天有多少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然後 心情好一點 OK 我的課金是有效的 OK 可是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 就是剛剛講了幾個 我覺得還不錯 做了也許有效的手法 但是 並不是說 做了就好像 萬靈帶一樣 砸下去就一定有效 那個 有一個問題是說 像剛剛的webpeaker 是他並不是 做的 怪物蛇都是支援的 OK 那 再來就是 外貨的JS檔案 這兩個事情其實是有一點像 我們先仔細講一下 下融性問題 剛剛講的那個 DWW的那個 Optimizer的外貨 他的 他會產生一個 新的 Image Fire 在你的 server 上 也就是說你如果把 sowage放在同一台 server 上 你的 web cache 那你的 就是你的web cache 那個HTML file 還有你的 web cache file 你的database 還有你的 image css 全部放在同一台 情況下 你會看到你的image file 會有兩份 可是你有兩份的file 卻 不是所有的user 可以 享受到這個 好處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念 就是你有 如果是算 花錢這件事情來講 你花了兩倍的錢 可能卻不是一定有 那個好處 再來是外部JS檔案 這也是很尷尬的事情 就是你可能用一個 第三方服務 那第三方服務 他server的JS 等一台server 如果發生問題 然後你 又很不幸的 把那個JS 放在你的header 或放你的body 那個地方 你兜頂下去的時候 你看你所有的server 都是你greenlight 但是 網易是打不開 那ender user 才不會管那麼多 那ender user 可能 重新拿起來 然後按下去 然後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可以 一秒鐘 不會開關掉 它就變成 增加一個bounce rate OK 那 再來就是 升級這件事情 在稍稿之前當中 我講很多大道 我們都跟各位 都很提醒 就是 Wordpress的升 一定要盡量保持最新法 那 可是 如果你在做最佳化的時候 各位工程師 大概心裡都想過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code好像哪裡怪怪的 我想要把它改得快一點 我知道這個方法不錯 但我摸兩下 我相信我是對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大家都有 有沒有 而且是Wordpress 這麼open的 open source source code GitHub還是sbn 開下去 我也來commit一下 好了 commit是OK的 完全是OK的 如果那個review team 決定去munch你的code 那是非常 非常棒的事情 那 可是 大家總是會想要在自己的電腦上 多摸兩下 不是嗎 自己的社會上多玩一下 那 就是 一個尷尬的問題就出現了 你今天摸的code 下次升級的時候 會不會被蓋掉 會不會被蓋掉 那 無論是front end 或back end 大家都會經歷過 問題是我的front end 摸下去 那 是不是下一次升級 就是那個區塊 OK 那當然 有很多做法 像是 前面的session 可能有提過 呃 用do action 或是用hook的方式 去做ultimite最佳化 這個是 就是規避這件事情 那 可是如果 一開始 像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傻傻的 直接 部級 的那個 某檔案 就摸下去了 然後 破了的部分 就摸下去了 所以我每次按升級的時候 就 心情談战 我只用心情談战 也行 對 然後 最後一件事 就是 已經經歷過前面這麼多 經 這個 剛才說痛苦嗎 還是各種採地雷 然後又 心情談战 每天按update之後 最尷尬的結果 來就是 你今天在上面看到那個 好 一秒鐘顯示出來 好棒棒的結果 跟你end user的 user experience 並不完全相等 我心裡剩下兩米半 這個 其實剛剛在那個測試的 觀點上面 其實在同一個 服務裡面 已經只要換一個 TESTER的那個 server 可能從美東或到美西 那個速度就是 不一樣 我們剛剛提到的 中繼網路部分 中繼網路是 牽涉到你跟 user 多餘 那這個 user 今天變成了 測試伺服器 的時候 那個距離也會改變 然後你靠近那個 測試端點的 那一台CDM的 performance 到底是多少 這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 這些事情其實是蠻 蠻尷尬的 那 我目前做出 呃 目前有個小小的心得 就是說 第一個 我要考慮的是 我到底能不能一個人 也能做完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vlog 呃 從 駕站到 維護寫文章 還有 拍照 就是可能要修圖這件事情 那都是我一個人在執行的 那 我要考慮的是 就是 這個方案 這個optimize的方案 做 做 手法做下去之後 我能不能自己維護 像剛剛提到那個 update的事情 按下去了 我能不能自己按照修回來 我要花多少時間修回來 那我明天 做的這件事情 我是不是就沒有時間寫文章 所以我目前的原則是 這件事情做了 後面的影響是多少 這是我目前的 要考慮的重點之一 再來就是 Wordpress的檔案不要猛 我要做 最佳化的時候 我會選擇 從 CDN的角度下手 或是從 呃 但是盡量不要去碰那個 檔案 就是回避那個update的風險 或是用 custom 呃 用child 就是指負景的方式 去 迴避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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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就是功能的增減 功能增減 功能增減這件事情 就會發現 呃 會讓你感覺 好一點 就是說 這麼多外掛的情況下 就一個一個去de-sable 一個一個去de-able 那 這樣子 你在拿一個外掛 造成你多少分空或是影響 心裡會比較有助 你自己會比較好 安心一點的感覺 那 再來就是 分散伺服器的負擔 呃 分散伺服器的負擔 這件事情 可能跟最近 最近 Docker Container的 這種 流行吧 呃 像流行或是說 就是你DockerContainer 還有你怎麼樣去 付 每一台伺服器的 分擔的 這個access的量是多少 像剛才有提到說 你的 File 如果都是存在 跟你的 你的DV 跟你的Web Server 是放在同一台 Instant上面的時候 那 等於是你的一個access進來 從頭到尾都在你的同一台 Hardware上面執行 那可是 如果你分散成 DV一台Server Maincache 一台Server 那 Web一台Server 的情況下 就變成你的一個access進來 也許你也有個 Low balance 或是你的Web Server 會去 把這些處理 全部都分散掉 也許你用Dollar Container的情況下 再搭 K8s 就是Guberness 你的色違都可以在橫向後倒 所以說 你會把問題的複雜度 那個維度 給減少 這是目前 一個小小的一個 新的 那做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 你的網頁的構成 就是你的User 跟你喊 網頁很慢 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其實 你要考慮一下 慢是慢在哪裡 就是 慢是慢在User的那個 網頁的表示速度上面 可能會發生Render Blocking 或是 你的外部的JS 沒有Loading進來 導致你的網頁卡住 或是說 你的網頁主機 本身Loading 就是太Heavy 你的Database Security 下去 那個幾秒鐘回來的時間 都卡在同監 SERVER上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不爆的那個 那 還有就是你的CDN 你的CDN 採用什麼樣的技術 你是用 Push 或是Bolt的方式 你要怎麼樣去 Balance你的CDN 這個是全部都是影響網站速度的因素 那不是只有Wordpress內部 的Application的問題而已 那考慮到的是 你的網站 Push的網頁出來 到你End User的那個路上 那整條路 全部都是影響網站表現速度的因素之一 那這個是一個case by case 其實是一個沒有唯一解的 一個issue 像我們今天談論的一個 嗯 談論的一個 算是小小的經驗 它是 在我的project上 因為圖很多 那 相對文字量沒有那麼多 如果今天各位的project是 做新聞網站 或是說你是做video streaming 那你要考慮的問題 又不一樣 如果你是做EC的 或是就是做電子商務網站 你可能要做 在你的security 跟你的performance 的balance上面 你要重新考慮 你的權限會 你的那個 考慮的權重 會完全不一樣 OK 所以 今天希望跟各位share的是 這個 有很多最佳化的方式 可是是在哪一段 要怎麼樣處理 然後 你今天做了這個 最佳化處理之後 你的 是不是 系統擴充性就會減少 你的為了付成本是不是上升 OK 那今天的share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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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想請問一下 您說你現在用EC2 然後又掛了CDN 那我 你又說你的圖片非常大 那可以方便透露大概一個月會發費多少嗎 呃 發費嗎 你說從EC2到CDN的發費速度嗎 還有IWS的MySQL之類的 之類的 好 好 呃 目前我的主機一個月大概是 用十幾塊錢美金 total 十幾塊美金 那CDN的費用另外一手 CDN的話 目前也是不超過十塊美金的範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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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讚 emissions